终于找到了沙漠,终于找到了仙人掌 哎,太不容易了兄弟们 现在这个仙人掌 我并不知道能不能达到我想要的那个效果 但是它防御僵尸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至少在30天之内 这个仙人掌还是可以挡住僵尸的 外边一圈仙人掌 里边一圈岩浆战壕 然后在里边呢 是黑钥匙小屋 哎,我觉得还是特别安全的 仙人掌的话我们需要多收集一些 因为我们的家特别的大 仙人掌采集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考虑要做武器了 大家是觉得我们直接一步到位 做一个核武器好 还是做一些机关枪一步一步的来 如果大家有想法的话 可以给我在评论区里边留言 天马上就要黑了 我们现在收集了两组半的仙人掌 看一下,两组临38个 这些仙人掌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够了 现在已经马上到7点了 会不会有僵尸来呢 我们现在是在沙漠 我觉得沙漠的僵尸应该是会少一些 但是也不会太少 我们找一个地方看一下 哎,很奇怪啊 兄弟们 怎么感觉沙漠里边没有僵尸呢 只有一个尸壳 这应该是圆版的尸壳 哎,有了 哎,来了兄弟们 这速度还挺快 哎,好吧好吧 我们先搭高 僵尸现在不会拆方块 也不会搭方块 雪月的话他们会拆方块 但是并不会搭方块 我们搭的高一点 然后在这里度过一晚上 明天我们就回家 来了 源源不断的僵尸 正在向我涌来 不过说实在的兄弟们 这一次的僵尸并不多 相比之前雪月的僵尸 真的是九牛一毛 僵尸都已经过来了 但是这个数量 确实并不是很多 那我们下去呗 下去看一下 能不能打到他们 来,挖下去 这样的话也可以打到他们 但是这个攻击范围 并不是很大 我觉得这样的话 是浪费我剑的耐久 算了吧兄弟们 哎,既然今天不是雪月的话 那我们睡觉呗 睡了觉之后我们回家 一觉醒来 已经天亮了 下边的僵尸多不多呢 也不算少吧 我们来试一下 榴弹枪 把用榴弹枪把他们解决掉 要不然我们下不去 给他一枪 哇 这威力 这都是墙呀 我觉得兄弟们 要不然我们做一个核武器吧 做一个胖子 好了兄弟们 下边的僵尸 基本上已经解决完了 我们回家吧 不过我们现在离家特别的远 应该会赶很长时间的路 下面的过程呢 就给大家跳过吧 哎呦 兄弟们 赶路的时候我把路坪给关了 导致我回来的时候 有一些内容没有路上啊 不过内容也并不是很多 我们现在的仙人掌已经种好了 但是仙人掌呢 只能隔一隔再种 我们等天亮之后 可以间隔一隔 再给他种一牌 这样的话 我们庇护所又会更加安全 观察了一下兄弟们 这个仙人掌 虽然说可以把这个僵尸给扎死 但是他不会掉落金币 想要掉落金币呢 还需要我们自己用枪或者用剑去打 哎 这一点还是比较鸡肋的 但是没有办法呀 来吧 拿起我们的榴弹枪 再来爽一发 子弹虽然不多 但是还有一些 哇 这榴弹枪的伤害是真的高 这是一个宝宝藏武器 一定要拿好了 后期我们再做一个核武器 一定要和僵尸抗洪到底 不是 它是怎么上去的呀 大家可以看得到吗 这边有个僵尸 我们 拿起我们的爆炸键 把它给炸下来 让你上去 它应该是刷上去的 因为现在它不会搭方块 来 哎呦 水了 再来一件 瞄准 蹦 哎 它掉下来了 已经凉了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静静的等待天亮吧 突然感觉没有血月的话 太不刺激了 这些僵尸根本伤不到我一丝一毫 天眼睛亮了 我们 把这些僵尸解决掉 把这个庇护所再加强一下 我们在两个仙人掌的中央 再挖一个坑 放上沙子 然后再中一排的仙人掌 这样的话 这个仙人掌庇护所就是严丝合缝 只要在僵尸不会拆方块 不会搭方块的 不会搭方块之前吧 这个是特别安全的 不过等到他们会搭方块时候 我们估计空中的基岩庇护所 已经建好了 下期的话 我们必须要刷金币了 因为我想买基岩呀 好了 我们现在所有的仙人掌 已经种好了 中间留了一个缺口啊 我们等一会儿 把这个缺口再给它补上 现在我们搭高看一下 这个庇护所怎么样 怎么样 兄弟们 不错吧 上边还有一个最终的庇护所 如果僵尸可以突破 下面的庇护所 我们还可以到上边 上边的话 我们还可以 如果他们还可以突破上边的话 我们再做一个铁轨逃生通道 哎 我的计划是相当完美的 那好了 我们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大家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